不行不行这又冒出来了没时间了 有人知道这个是什么机器吗 鸡蛋仔机器 今天直接在家实现鸡蛋仔自由 搞一下我们先来准备鸡蛋液 加入鸡蛋仔油 这玩意还有专用油呢 有股蛋糕的味很浓 再加入白砂糖100克 牛奶200克 给它们搅拌均匀 鸡蛋仔鸡蛋仔不加鸡蛋只剩仔 我们加4个鸡蛋 也给它们搅和搅和 接下来是粉类 低筋面粉都要给它们过筛一下 一点玉米淀粉少加点泡打粉 这么点就不用过筛了 本来还要加点奶粉 但是我家奶粉过期了 就多加了点面粉 给它们搅拌到无颗粒状态 这个鸡蛋仔机器 是从另一个美食博主家借的 八枚军 去年我俩在线下 给粉丝做鸡蛋仔来着 后来我就想着借过来自己试一试 他家还有两只老猫的很可爱 搅拌均匀后静置10分钟 我们来准备一点配料 那肯定不能只做原味的了 不是我风格 奥利奥不要力 奥给它敲碎 腊条切成小块 腊条鸡蛋仔 那甜腊口很正常吧 OK准备预热 底下必须垫个盘子 因为等会我们要倒满糊糊 它会溢出来的 说实话我感觉我自己现在特别专业 先来一锅原味的试试 去年我线下也做过 应该没啥大问题吧 稍微倾斜 倒满糊糊 看起来还是非常治愈的 等会吃起来希望它更加治愈 它烤得好快 我前面没倒满呢 它后边感觉已经烤好了 倒好之后马上盖盖 它已经出来了 马上翻个面 哪边来着 这边 定时个三分半 它在疯狂的冒蒸气 这边溢出来了好多 但是没办法 你要是放少了 它上面填不满的 看起来很难清洁 但是没事 你看现在 它现在熟了 轻松的就可以给它铲下来 强迫症狂喜 OK时间到了 接下来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第一次能否成功 它中间怎么都是空的 我这个液体还是放少了 放少了它这不就是空的吗 我们来看看底下 底下看起来不错 但是是不是火有点大 我们给它放盘上晾一下 看着也还行 下一锅 奥利奥的准备开座 先还是倒上我们的面糊 这回我们倒的满一点 它们已经开始往上膨胀了 就烤的 不对 我应该是倒一层面糊 放奥利奥碎 再倒上面糊 我怎么把面糊倒完了 才放奥利奥碎呢 不行 要冒出来了 没时间了 没事就这样 赶紧盖上 转圈 转反了 另一边 OK三分半钟 看看怎么样 黑的 这回加了点颜色 黑色 背面看看 背面也不错 我感觉比上次 差不多 比上次这个色淡一点 最后一锅 辣条味的 先倒上一层这个糊 赶紧往里头放上辣条块 赶紧多放几块 速度必须要快 等会它熟了底下 然后再浇上一层糊 都浇了吧 最后一点了 希望它这次能丰满一点 静待三分半 最后一锅出炉 辣条口味的 甜辣口的 鸡蛋仔 谁乐一次 三款鸡蛋仔 咱也是做出来了 看起来是非常的相似 三兄弟好像是 先尝个原味的吧 样子看着 后边不太好看 但是一眼能看出来 是鸡蛋仔吧 尝尝味道怎么样 就是鸡蛋仔那个味 样子不好看 但是味是那个味 我上面这个 是不是火大了一点 怎么感觉发黑呢 还是因为我没放奶粉 那个影响不大吧 再尝尝这个奥利奥的 这个就非常明显了 这边更是明显的 尝一块带奥利奥的 那个原味吃着有点干 这个吃着更干 因为它里边有饼干 奥利奥饼干 我感觉我这个是火大了 时间烤的有点长 说实话 加这个奥利奥碎和梅加 差别不是很大 再尝尝辣条味的 这个有人吃过吗 有人吃过辣条味的吗 我一般这个辣条都放中间 辣条都放中间了 这呢 辣条口味的鸡蛋仔 肯定没人吃过吧 你别说 别说还挺好吃的 虽然你们没吃过 但是你们可以想象 这肯定不难吃吧 辣条口味鸡蛋仔 对了 能吃到辣条夹鞋 你看 哇 好吃的 别人的鸡蛋仔 中间是夹不丁 咱是夹辣条 我这个小配方 无私奉献了 只要是做摆摊的话 也不用跟我说 直接拿去用吧 这够我吃一天的了 OK 如果喜欢美机视频 别忘了点赞关注 哦不OK